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建议的暴力对决 关键方式钓鱼到复战队 队长方式哪个团队我还真了解的不太多 那实力无情话好像是曲谱的吧 不复扫法好像是雪山的 我也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知道的 在评论区可以告诉我一声 因为确实现在团队比较多 有的时候有些团队确实是了解不到 那双方都是上了一个大方神明的女儿国标 不同时关键方看了一把龙阵 也是小客的对面风阵5% 经常有小伙伴们说 这龙阵的小客相当于大客了 说句实话确实有点这么个味道 有点这么个味道 这龙阵确实是输出有点太高了 关键方女儿村也是顺利的拿到一把一座水清 这一回合对战方直接点杀了 第二回合 又是一把水清 两把水清保出手 强行也是要点的 看一下小死亡能不能挂得中 小死亡挂中 可以啊 直接点关键方神木 关键方大堂起始 很少前军这个伤害 哎呦伤害是够的 经纪5444 就死死死啊 就让你赶紧来啊 但是出了163他并没有倒啊 还出了一把扇爆 然后对战方第二回合直接就点过来了 哎呦再出163还是没有死 这样关键方女儿村有一座 对面很尴尬啊 大国标女儿有一座还是好 这余岛有的时候也是难得呀 他跟吴琴都抢不过速度啊 你这个就离不过啊 那天做那个比赛 跟吴琴 还有跟雪山表弟 他们那个女儿村啊 你说他跟豪门抢不过速度 也就算了啊 他跟一些 可能说跟他有档次差距的那些团队的女儿村 还是抢不过速度啊 今天也是可以的啊 抢了一把速度过来 对战方连续的点上 继续挂小死啊 也是怕关键方把小死王解掉嘛 连续的给关键方 深木林挂了一把小死王 再来 再来 可以成功将关键方深木林挂在地 对战方心里太清楚 本身双方存在硬件方面的差距 对面不点啥 那更没机会 你只要点他 也许可以把握一成两成的机会 就还是我之前说的那句话 你点了也不一定能赢 但是你不点是一定要输的 打得暴力一点 稍微还有点机会 你如果打得磨磨叽叽 为手为脚的 那你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点死深木林以后 对战方暂时 但这个小死王时间到了呀 他第二回合挂了小索 第二回合挂了小索 这刚点完就要粘起来了 好像确实也有点尴尬 就缓不住节奏 关键方小死王直接反点了 但你这个小索的命中率啊 谢谢 不太行啊 不太行 很少对战方贴保护 细节啊 也是做了一波 但是大唐啊 防大唐很少 贴一下保护 实际上意义不大 尤其是大唐第一刀 他伤害是最低的啊 后边伤害越来越高 你后边的你就没贴保护啊 就贴一个是没意义啊 但贴的多的话 万一关键方没点啥 还有点亏 啊 所以 就很纠结啊 就要不说大唐打国标厉害 继续飘飘漫天 但鱼岛这边 这个小索的命中率啊 一直都不是很高 咱们天天做他比赛 小死亡 你看 碎甲树啊 这个属于小特技啊 有一些特技 他不一样 就比如说野兽之力啊 野兽之力 虽然是加一个 但人家属于大特技 魔兽之印 算是满瓶加 但是他属于小特技 这个就反着来了啊 就反着来了 主要还是看作用程度吧 还是看作用程度 对两方继续点上 反正对两方是不怂 哎 我跟你好门打 我也不怂 小死亡也没挂中 那算 但是观众方大唐肯定是没了啊 大唐不带163了 深门灵随灭 合影天就可以 五千 大唐倒地啊 可惜小嫂没挂中 宝宝质量 看得出差别 这个差别确实大 什么 嗯 鱼岛这边可以接着点呗 啊 大唐现在有巨剑了啊 可以接着点对面 直接给观众方地府打了一阵 防点杀 罗汉盖 啊 稳住局势 而且给自己的大唐卡了一个 五龙丹 观众方小嫂 还是挂不中啊 被打了相思寒阵以后小死亡命中率会降低的啊 啊 最佳方主要是个配速啊 好像配的有点没配到位啊 这先卡的五龙丹 观众方后挂了小死亡啊 但是他这个防点杀的意思 意思啊 已经是做到了 女儿村 也打了一个相思寒阵 提前做了一波防守 反正打到现在啊 你不管是什么原因 那观众方小死亡就没挂攻 没挂中过 这一次也挂不中 那这还打的是普通团队 你只要打个豪门 有的豪门他多少带点那个抗风的装备 你更不好挂 其实装备又不差啊 羽岛这地府的装备又不差了 哎呦这善恶太狠了 马上到地时会合 啊 就进入地厅的比拼阶段 那对面 基本上 没啥机会 一旦让豪门到了可以出地厅的时候 那普通团队可以说是基本没得玩 关键是他多啊 他地厅多啊 他一个打不出效果 他出两个 两个打不出效果 他出三个 有没有占敌 都不重要了 因为他多 再加上对手 他不是豪门的话 其实法防呀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你不加占敌 也能秒他个六七百去 哎你不要小瞧这六七百 五个技能下来 秒你三千多 啊 就不加占敌 秒你个六七百 五个占敌下来 秒你三千多 你受不了的 五个技能 五个技能下来 没占敌也厉害 对大方直接起了一把火 增加一波伤害 这波 啥意思啊 起了个风铃火山 起了个火 火石加伤害 直接换地厅 神木铃秒一秒 对面先换地厅了 先发之人 后发而受之于人 队长峰先换一个地厅 让鱼岛尝尝味道 咱们看一下队长峰地厅的 这么一个质量 我记得却府有个号叫 实力过境欢 好久没见过了 好久没见过 而且他后 宝宝名字后边那个 那叫啥的 那个标志 也是曲府的那个标志 有点眼熟 反正看着 刚才出了一把山豹 这个地厅 也算是活下来 女儿村 三漂漂不中啊 开玩笑啊 人家地厅抗风的 杜杰金身保一手 小死王再点观察方大堂 对面这场打的是 丝毫都不怂的 有杜杰金身 还贴了一下保护 战地加上 细节拉满 这个地厅速度好慢 观察方现在有一把罗汉 看一下这个地厅的数据 可以的呀 你别说人家这地厅可以的 这是顶着罗汉呀 结束了 这结束了 确实是地厅质量 跟豪门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只要是豪门的地厅 可能观察方 化身色和女儿村就都没了 就都没了 这两方 也是想反控一下 观察方这么一个地厅 也是抗风的 罗汉 在干 哎呦喂 双罗汉 双罗汉肯就厉害了 双罗汉可以抵消掉 75%的伤害 罗汉该罗汉效果翻倍 太厉害了 可能是对战方是怕 这个罗汉放不出来吧 毕竟观察方这边 人家有速度可以效力藏到 所以两个辅助 全部是点下了一把罗汉 保证自己罗汉可以 顺利的放出来 可以顺利的放出来 武攻á 你别说对两方的地厅确实可以呢 成功将冠 Tolong Ban 大堂压倒在地 那还是那句话啊 就一个不行 没秒飞了 那就再换一个呗 反正地挺多呀 延长 打到现在对面赢不了了 对战风肯定是赢不了了 但这场比赛 对战风虽败有荣吧 打出了自己的风采 不管是防点杀 防地厅 还是自己做点杀 对战风自己点杀 都是打出了自己的风格 打得也没那么 唯唯诺诺诺 越是豪门 你越得点他 越是豪门 你也许碰到一些普通团队 你还能跟他拖一拖 我给你亲亲宝宝呀 好会要呀 我还跟你拖一拖 但是越是遇上好门 你就越不能拖 因为你心里清楚 你跟他拖不住 拖不住 你拖了呗了个啥 所以跟他干就晚了嘛 输了就输了 输了很珍场 他硬件强呗 人家硬件强 你输了很珍场 赢了雪赚 输了不亏 那你怕什么 对不对 那怕什么 这也是吴晴 为什么跟豪门打的时候 虽然胜率不高 你别看吴晴 平时我做比赛 好像吴晴打豪门 好像赢得很多 其实他只赢得也是一个低概率 打十场比赛 能赢豪门个两三场 估计也赢不了两三场 估计也就是一场两场 一到两场的胜率 但是他有这么一个概率 这场概率 其实就是通过暴力 拼出来 这场概率就是通过 暴力拼出来 他人家就明白 就反正是赢了雪赚 输了不亏 那这一波地听秒过去